嫩滑爽脆 这味绝了 经典川菜家常做 老徐今天请你吃公饱鸡丁 今天选择鸡腿肉 鸡腿肉比较好吃 鸡腿去骨 顺着骨头的方向拿刀尖给它滑透了 顺着肉把骨头滑下来 把这个鸡上的鸡膜给它去掉 拿刀背轻轻的给它按摩一下 这样使鸡鸡肉更嫩更好入味 均匀的切条 攒成丁 下一步腌 放料酒去腥 盐 酱油 胡椒粉 抓出粘度后 加入多半个蛋清 看我的手搂着打 这样更容易入味 葱姜拿手使劲给它抓一抓 使其味道完全容易在水中 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抓着粘稠 葱姜水完全吸进去 把本身的胶子又打出来 这时候就好了 最后加入淀粉 淀粉也分两次放 最后放入沙拉油腌制15分钟 咱把汁调一下 两勺料酒 两勺生抽 一勺纯醋 一勺白糖 一勺的淀粉 拌碗水 锅烧热 加油 下锅之前把这个油给它拌一拌 这样划出来的鸡丁没有毛刺 而且更加的圆润 单纯油温到了 好 下锅之后 拿筷子轻轻的给它打散 颜色变得有点小黄边了 就行了 这时候人把葱萝卜丁黄瓜丁放到里边 葱放到漏勺里边 拿油给它冲一下就好了 锅里留少许的底油 下入花椒 花椒小火给它煸出香味 下入葱姜蒜 煸香 加入皮线豆瓣 泡椒 煸炒出红油 放入甘辣椒段 下入鸡丁 下入碗汁 轻轻的翻炒 使其糊化 最后放入花生米 为了保证花生米的脆度 轻轻的一翻炒就好了 得嘞 公保鸡丁做得了